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一处新建大楼工地 昨天下午失作地下室工程时 因为开挖不慎 导致连续壁破洞渗水 进而发生了沉县 造成了一旁的民宅倾斜 当下就紧急疏散了26户44人 后续还包括了邻近的居民 一共42户73人撤离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公开说重话 表示施工的厂商有严重的疏忽 作业过程太过粗糙 进而造成了严重的零损 已经要求厂商勒令停工 并且列入黑名单 至于酿货的建商副总 也到现场鞠躬致歉 保证一定会负责到底 居民们顶着寒风坐在角落 就连这位九旬阿嬷 也耐着寒冷靠在角落 二二八假期前一晚 他们无家可归 不知该往何处去 新北市三重扶龙路上 有一处新建大楼工地 疑似因为作业疏忽 导致旁边这栋白色大楼 倾斜倒向隔壁洞 就怕灾情扩大 临近居民被迫紧急疏散 哪一楼都不重要的 都很紧张啊 在里面倒是不会觉得有紧急 是因为我下来以后 才发现说 他们隔壁这栋大楼 怎么已经靠到我们这栋大楼 当量泥水从孔系中涌出 造成地基破坏 这处工地在27号下午 施做地下室工程 但开挖不慎 导致连续壁破洞 地下约10公尺深 共有两处大量渗水 进而发生沉陷 使周围民宅建筑倾斜 当下共疏散26户 44人由区公所协助安置 而新北市长侯又宜 赶到现场了解后 对施工厂商说正话 整个施工的厂商 有严重的疏忽 立即给予热令停工 尤其按照建筑法 加重筑法 并同时列为黑名单 只要它所有的工地 我们一律严格积草 目前先把这个基地里面的水 把它往上填 填到跟原本的地下水位 一样高 让内外水位平衡 这样子才可以暂时指数 基地外面的水 往基地里面深入 因为临近工地施工 酿成严重零损的大楼 已经跟隔壁栋建筑 快要贴近 眼见事态严重 酿货的厂商也赶抵现场 赶到抱歉 向大家正正立即公 绝对会负责到底 把一切都安排好 根据了解 酿货工地属于酒肠建设 建案原地117年完工 如今不止齐城被打乱 还得富起 损害赔偿 接种获得